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狼 这里就是飞扬通天地通讯市场 也是国内二手手机电子市场 每天来这里淘机器的人都络绎不绝 这里的二手手机有好也有坏 来这里淘机器的朋友需要参量自己的眼睛 台面上摆放的一些叉死马克思 这都是心道的 一般心道的颜色基本上都齐全有黑色的白色的更金色的 好了 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拿在手上的这一台是iphone xs 无所版的512g xs max 512g 也是这款机器最大的内存 有些粉丝朋友担心256g的内存不够用 那么如果拍视频多的话 建议还是选择512g的 像这台512g的我拿下来是33张 今天刷视频刷到一条很有意思的回复 一个网友他是这么回复的 iphone xs 普罗这款机器没有买之前觉得他是垃圾 到手体验以后觉得他就是艺术品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款手机的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手感也是挺好的 采用不锈钢的材质 搭配的是6 1英寸的屏幕 采用s4处理器 跟6g的运行内存 这个是一台港版的双卡 这一台的话还在把312天电池的健康百分之百 在二手市场256g的拿货74张左右 对于这款机器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另外很多粉丝朋友问iphone xs这款机器 二手手机的电池续航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柜台上摆放着四台机器 只有一台的电池健康有90%以上 其他的那三台已经低于了90以下 也就是说想要购买二手iphone xs这款机型的朋友们 希望找到电池健康在90%以上的 那么还是不需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像80多的电池健康量级的橙色在二手市场拿货21张 Xs采用oled的屏幕 四G的运行内存 如果不是主要用来玩游戏 iphone xr跟xs大家会怎么选择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iphone12 iphone12跟iphone12破了在尺寸上都是采用6.1英寸的屏幕 同样采用的都是oled的屏幕 但是iphone12搭配的是四G的运行内存 并且配备2775毫安的电池容量 当然搭配的是后置双摄像头 采用的是铝金属变框设计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再来说一下iphone12破了 同样iphone12破了采用的也是6.1英寸的屏幕 跟iphone12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小基本一致 不过iphone12采用的是不锈钢材质 搭配的是6G的运行内存 另外搭配的是2815毫安的电池容量 也就是说iphone12破了在电池的容量上相比iphone12提升了40毫安 在电池上基本上没有太明显的提升 但是他们的价格相差了1000多 对于这两款机器大家会如何选择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见